哦,这个是羊肚筋玉米汤 这几片瘦肉,不用炒了,一起加在汤里面炖 今天这个菜都是海鲜 早上不知道怎么有这个新鲜的虾皮 婆婆买了一点回来 这个是小鱿鱼,直接拿来白酌 这个是马面鱼,剥皮鱼也叫大的 因为给妹妹吃,这种大条的还要 弟弟就可以吃 带鱼,黄眼带鱼,我们大人吃 这个姐姐非常喜欢吃的 婆婆准备了一点群菜 一般煮这个带鱼都会群菜 或者有蒜苗,用一点蒜苗 再炒一个包菜,小小个的 这个今天包菜比较少 很少有这种新鲜的虾皮 今天不知道怎么有这个货 哈啰,大家好,我是阿敏 今天煮这么多菜,因为妹妹没有去上学了 从今天开始,妹妹就不给她去幼儿园了 毕竟因为我们家里有 还有弟弟比较小,然后幼儿园的小朋友 抵抗都比较差 所以怕这个行情不好 所以就不给她去上学了 等过了这个 非常时期吧 比较严重性的 所以过了这个时候 等过了这个时间 新学期再让她去上了 现在开始要来做菜了 这个大条的 适合小朋友吃吧 这个大条的 肉多 把点姜丝 这个水稍微要多一点 这个肉厚 把点芹菜 存出来 这个鱼肉很厚 把一桌小鱿鱼 现在天气一冷 在煤气煮这一点水煮好久的 直接在电池炉了 看一下电池炉,现在小鱿鱼倒下去的 还不滚呢 好慢啊 搅拌一下 这个锅要来煎大鱼了 大鱼洗干净一定要提前腌制 你们也一样的收到 放冰箱速冻 拿出来煮的话就洗一下 腌制一点盐 可以了 可以了 撈出来 这种不会缩水 还是这样 它这个皮煮出来 这个水都是红的 因为它这个是红皮的嘛 哇 热乎乎乎的 等下来一张辣椒 或者生抽都好吃 比较鲜甜的 这个是红皮 这个是红皮的 这个是红皮的 那这个头发都是湿的 把外套脱掉了 不给它穿了 现在这个眼睛就是一直盯着这个锅 你看小姐又在咽口水了 嗯 它要过去拿了 以为婆婆拿一点给它试一下的 那个虾皮你不能吃 还不会吃 这边还有鱼啊 它发发的酱 哇 酱酱酱的 包出去 我的手都丧死了 这一旁大鱼 刚煎的很香 新鲜的虾皮 就是这样炒一下 加一点点生抽 什么都不下的 还可以煎当 也可以炒饭 我们这边这种虾皮做法很多 反正在这里 真的不理他了 嗯 他就喜欢这些黄菇 专门买给他的黄菇 他反而不要 来 最后炒个包菜 好菜端过来 这个我们早上配粥的小菜 好多 这个 这个现在是越来越调皮了 坐着坐着就这样 然后这个头就这样倒过去了 这个汤也可以了 羊肚菌 胡萝卜玉米汤 我们家是用这个小个的羊肚菌 也一样了 品质跟大个一样的 很厚 汤比较香又甜 加了玉米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我们家就还是喜欢玉米胡萝卜 羊肚菌这样 其他的也可以加几个羊肚菌进去包 还可以 包菜 菜上齐了 准备吃饭了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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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